Hello,大家好,我是Ken 現在在叫車去港珠澳大橋送客平台 上集很詳細說了香港去珠海 今集說由珠海回香港 同樣地,整條路線都走給大家看 要注意的地方都會提一下大家 剛剛下車了,現在走去景大廳 其實除了金巴之外,大家還有其他選擇 其中跨境巴士是可以直接去到香港市區 怎樣買票,怎樣搭車,等下都會說說 另外,大家都知道長假期過關很多人 那有沒有過關策略可以分享呢? 待會都會跟大家說說 而入境香港的時候,有什麼不帶進去呢? 今集都會跟大家說說 我們剛剛又進來景大廳 首先你所有的行李,包括你的背囊 都要放下過這部X光機 出境限制最多都不可以大超過兩萬元人民幣 其他外幣總值不可以超過五千元美金 現在我們前面,左手邊就是自助過關 右手邊是人手 如果之前你的回鄉證已經做到登記 就可以利用自助過關 即是快捷通道過關 過這個閘口的時候,你將回鄉證放上去 自己的樣子朝向天 過去用指紋和面部便應就可以順利過關 現在我們身處三樓 要去一樓買金巴飛和搭金巴 通常都會經扶手電梯直到一樓 如果有行李或者推輪椅的朋友 這裡都有電梯 現在大家看著畫面 Kent 說一下當長假期過關 或者你預料很多人過關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稍為避開人潮 首先我要指出兩個此時而非的想法 第一,如果你想著提早在手機買金巴飛 其實這是沒用的 因為當你過關之後 你見到前面很多人排隊要買金巴飛的時候 就算你一早已經看手機買了 你同樣都要排隊等兌換車飛 第二,會靜的時候 有些朋友想著在珠海玩夜少少 避開個人潮 但如果你選擇在晚上10點後 去過關回香港 有機會會更加逼人 因為這個三樓的出境大廳 10點後就會關閉 到時你就要改去另一個地方過關 而那裡就很少過關閘口 而且還要跟港車不上的人 堆在一起過關 Kent 現在就分享三個方法 稍為可以避開人潮 第一,就是避開高峰期過關 下面大家見到就是官方公佈的高峰期過關時間 第二個方法真的挺有用的 就是好好利用跨境巴士 只要你提早在手機買定跨境巴士的飛 當你過關之後 就算見到前面買金巴飛 排長龍都好 你都可以直接繞過這條人龍 直接上跨境巴士 待會都會介紹怎樣乘跨境巴士 第三個方法就是坐船 這個真的可以完全避開過關的人潮 不過船飛比車飛貴 而且只有尖沙咀和上環兩個上落點 詳細怎樣搭船 大家可以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我們從扶手電梯下來就是一樓 右手邊有洗浴間和飲水機 待會金巴的車程有40分鐘那麼長 建議大家先去洗浴間 另外扶手電梯下來這邊 其實它有些自助的售賣機 可以自己買票 又或者這邊也有工資 即是不想自己按來按去 這邊也有個客戶服務是不買票的 扣票其實都很簡單方便 你可以看到這個版面 按這個點擊扣票 然後它本身已經是珠海去香港 就58元一張 那你要多少張呢 就在這裡按 它就會自動計算總額 就像我買了兩張 那確認之後呢 開個馬 數碼呢 給錢就搞定了 是不是很簡單方便呢 跟著我們憑飛就可以上車了 那現在說文呢 就走去上金巴 給大家看一下路線 那轉頭阿Ken就會回到這裡的人工售票處 教大家點搭跨境巴士 那出門後呢 轉左就是上金巴 那上金巴呢 去到香港大概就是40分鐘左右 那我們現在過去了 而買票這裡呢 老人家和小朋友是半價的 但是按那些機就買不到的 就要去人工服務那裡 那跟他說聲就可以有半價的飛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上金巴了 基本上呢 現在就是巴士等人的 那我們上這間 雙層巴士了 那現在呢 我們回到扶手電梯 對開的 人工售票處 在人工售票處的旁邊 你會看到這個螢幕 就列出了有什麼跨境巴士的 包括可以直到香港 或者深陣邊的地點 班次時間 車費都有了 其實呢 如果懂得用手機去看這個班次資料呢 給你在現場看是清了很多很多的 那現在呢 我們一邊呢 就走去搭跨境巴士的地方 一邊呢 就教大家用手機買票 那這裡呢 一共有兩間主要的跨境直通巴士公司 那首先你打開微信 輸入環島中港通 按搜尋 你就會見到環島中港通的了 跟著呢 你點擊扣票啦 就會入到他們的扣票頁面啦 如果你是回香港呢 那左手邊呢 你就選珠海啦 和呢 珠海口岸的 右手邊呢 你就選香港啦 和香港你想在哪個地方下車的 跟著呢 它就會彈出一個上車時間表 給你選時間啦 那你減完時間 入人數 給錢 就買到票的啦 那另一間呢 粵港直通巴呢 同樣都是打開微信啦 輸入這個粵港直通巴啦 其實之後呢 買票的程序呢 都是大同小異的 那我就做了呢 往返香港的 暫點列表呢 給大家看的 那大家看著這個表呢 就可以一眼看完 這兩間巴士公司呢 有什麼上落車的暫點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回去坐金巴啦 出發去香港啦 那因為今集資料比較多些 我又不想這條片太長啦 如果我有講得不清楚 或者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歡迎可以留言的 如果我認識呢 我會盡量回答你的 那我們現在來到 港珠澳大劇的香港口岸 在我身後 那我們現在下車啦 那我們就用了39分鐘 就來到香港口岸啦 那關啦 入境香港呢 有些東西不可以帶入境的 包括山的肉類啦 花旗心等啦 而貨幣總值呢 就不可以超過12萬港幣等值的 那我都做了個表給大家參考一下的 那煙酒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二三年呢 都有旅客試過呢 不知道只可以帶19支煙進來啦 那他帶了一整條煙進來呢 就被海軍罰了4000元的 剛剛呢 說文呢 就過了關啦 現在呢 就帶大家去搭巴士啦 還有呢 告訴大家呢 如果搭跨境巴士呢 會在哪裏呢 上回車的啊 那我們呢 就用了7分鐘時間呢 就過關的 那現在呢 我們就去巴士站搭巴士 那出來之後呢 左手邊呢 就搭的士的地方啦 那右手邊 右前方呢 就是搭A車啦 去九龍 和香港區的喔 那我們去右手邊看啦 這個方向呢 就是搭去新界區啦 還有跨境巴士呢 就在那邊呢 上回車的啊 那後來呢 其實很多巴士選擇 無論去旺角 尖沙咀 東涌啊 將軍澳啊 元朗啊 都會有巴士的 那這裡呢 我們做了4個巴士乘車表 給大家的 包括香港啦 九龍和新界的 那裡面呢 有齊每條A線巴士 它的總站 和主要途徑的地點的喔 甚至呢 連深宵巴士線它都有了啦 那日後呢 你就不用左查右查 看看哪條巴士線合自己的啦 這個表呢 就一目了然的啦 那在這裡呢 再分享少少少 大家怎樣去記A車路線啦 那其實一字頭呢 代表香港啦 二字頭呢 代表九龍的 三字頭呢 代表全灣屯門元朗啦 四字頭呢 代表沙田大埔那邊的 那樣記呢 大家就會好記的啦 另外呢 這裡有個小貼士的 搭巴士呢 就最想清楚一條路線啦 和幾點有車的嘛 雖然呢 這裡的巴士呢 由不同的巴士公司經營啦 大家呢 只要下載呢 成巴格APP呢 就可以一個APP 查完所有巴士公司的啦 如果大家覺得啦 搭港鐵會方便些 或者便宜些呢 可以搭B6這個巴士呢 去到東沖巴士總站喔 車程呢 15分鐘之內啦 之後呢 再轉港鐵的 最好呢 這個巴士呢 是24小時的喔 所以夜了啦 沒了巴士呢 或者很久才一輛巴士呢 如果港鐵未收呢 你都可以搭B6 再轉搭港鐵 出市區啦 或者從市區 回港洲澳大橋的啊 那就的分享呢 就到這裡啦 如果有不明白呢 歡迎留言提問啦 那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 拜拜